它是藏壽司海外首家全球旗舰店 同時也是全球最大間 斷地有2000坪 裡面有288個位置 大家看一下它的位置 真的是一個小包廂的感覺 趕快吃 我點了10樣這裡的新品 其中最靠近我的這4樣 是只有高雄時代大道店獨賣的喔 它這次的設計也受到大家的愛戴 還真的很漂亮 除了有日系風格以外 還有一點現代和風的感覺 它這次就是由享譽國際的鬼才大師 去親自抄刀設計出來的 真的很美耶 因為門口這裡面就是滿滿的燈籠牆 據說這個牆面啊 才會發光喔 會變成五彩繽紛的 側邊這裡是帆覆錶牆 我自己超喜歡這裡的 有一種很可愛 但又很日系的感覺 其實光是外觀就可以感覺到 它雖然是有日本的風格 但是是有一點現代的元素在裡面 另外右手邊這邊就是停車場 其實我覺得看起來蠻大 位置數很多 而且在旁邊也還有一個特約停車場 所以我覺得停車位算是蠻夠的 它門口就是捷運站 不管是自駕或者是搭大眾運輸 我覺得都很方便 我現在進來了 可以看到它整個就是 淺色的木質調裝潢 然後正中間有一個超級巨大的燈籠 下面是他們的家徽水池 轉過來這裡也是這一次的一大亮點 因為它有融入了 日本傳統祭典遊戲 有兩種遊戲 一個是千本遊戲跟射擊遊戲 但它一樣是透過扭蛋機的方式 但是你有拿到那個體驗券的話 就可以來這裡玩 那其實它兩邊的牆壁上啊 都有服飾會 就整個是滿滿的日本風格 我現在遠遠看過去 其實我覺得座位區也蠻漂亮 而且它還有加日式的蓮木 就會更有日本感 不過啊 因為它說是全球最大間 其實我進來沒有很大間的感覺 是因為停車位很大嗎 就好像有點可惜啊 它應該把戶外區再減少一點 讓內容座位更多一點 那其實這樣看過去 就是這幾排的位置而已 難怪要等這麼久 消費滿1200元 還會有這個達摩杯 不過是限定的喔 在試營運期間啊 只要完成他們指定的任務 可以選FB或是IG 就會有九折的優惠 在等待入座的同時 我剛看了一下工作人員 給我的DM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零接觸結帳機 就是你不用透過服務人員 終於換我入座了 我是5號 我很喜歡他們那個號碼一樣 是用燈籠耶 裡面超多燈籠的 就是整體真的是乾淨美亮 很有一致性 也很簡約啦 大家看一下它的位置 就真的是一個小包廂的感覺 這個就是四人桌 哇 這也看得到那個大燈籠耶 好有Feel喔 我剛剛發現他們的餐具 是放在這裡面 手不夠長 它就是一個隱藏式的設計啦 這樣感覺更衛生 那另外就是它的座位 這裡也是榻榻米耶 全部都給你日式氛圍 好 現在趕快來點餐 因為肚子真的很餓 先跟大家說 像這個螢幕的左下角啊 不是有寫這個 扭蛋遊戲對象商品 像這種就一定要透過手機APP來點 才有辦法參加扭蛋的遊戲 趕快吃 我點了10樣這裡的新品 其中最靠近我的這四樣啊 現在是只有高雄時代大道店獨賣的喔 我要先吃這個了 白玉金石最終餅 因為我的冰淇淋快要融化了 看這裡有北海道牛奶霜淇淋 那個味道超濃郁 而且它上面也有灑那個粉 旁邊還有配絕餅跟白玉 最終餅就是日本的傳統小點心嘛 裡面還有加紅豆餡 最終餅就是酥酥的 但我會建議大家趕快吃 因為它下面有放冰淇淋 可能放太久它就會有點軟掉 裡面的紅豆餡呢 有點綿密 但是也有一點甜度在 我覺得這個當飯後的小點心算不錯 再來這一個是 好酷喔 海苔包是因為我要整個把它包起來吃 這個蠻好吃的耶 因為它的鰻魚有一點Q彈Q彈的 然後玉紫燒那個蛋香蟹也蠻濃的 重點是我覺得它玉紫燒也給的蠻厚的 所以一整口咬下去 其實口感還蠻豐富的 而且 這裡是不是連盤子都不一樣啊 再來這個是高湯蟹肉茶碗蒸 這一碗不只是這裡獨賣喔 還期間限定只有17天 所以大家要吃趕快好嗎 嗯 超滑順的 高湯的味道也很鮮甜 嗯 嗯 上面有一塊蟹肉 最後一個獨賣商品 這個叫軟殼蟹天婦羅海苔捲 跟剛剛那個不一樣喔 它應該是要把它捲起來 這個比較鹹一點點 但我覺得因為它是炸的關係 所以也建議大家可以上來之後就趕快吃 我先快速的吃過一遍 等一下再好好把它吃完 不然會太冗長 這個呢是胡麻油醃製鮪魚 上面有一些蔥跟洋蔥 應該是用來提味的吧 沾一點醬油 我覺得這個鮪魚很嫩 然後它那個上面的配料香氣 真的是超級濃郁 胡麻醃製生鮭魚 欸它上面這一坨 這應該也是蔥 可是它就沒有洋蔥了 最後就少了洋蔥的味道 但是是真的 鮭魚跟鮪魚的那個 各自不一樣的口感都有吃出來 再來這個是炙燒明太子鮮蝦 明太子給的算蠻多的 可是那個炙燒的香氣 我覺得稍微少了一點點 然後它是屬於有點偏甜的那一種 蝦子也有點彈 接下來我們進展到第三排 明太子燒青魚海苔包 我剛剛看它下面還有一片紫蘇葉 我個人不太喜歡紫蘇 雖然沒有開始咬 那個紫蘇的味道是這樣散發來的 青魚有一點鹹度 那我終於不喜歡紫蘇的味道 這不是我的菜 再來這個是蝦背天婦羅臥壽司 吃起來很像香仁的感覺 但我個人覺得 這一樣的那個外面裹粉有一點厚 所以這個也不是我的菜 最後一盤這個是麻辣赤蝦 赤蝦好像是因為它裡面這個蝦子就是生的喔 上面有很多看起來很像是有點被炸過的菜耶 但我看不太出來它們是什麼 我覺得一點辣都沒有耶 吃到最後還會有它中間這一層的美乃滋 然後又有點甜甜的感覺 不過它上面這些小菜菜們 味道太強烈了 所以我有點吃不出來蝦子的味道 那我這一次就開箱這10種品項給大家 因為用餐時間只有60分鐘而已 我要趕快吃 呼 好飽喔 一下子就吃飽了 先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目前的戰績 燈燈 我是覺得蠻多的啦 不過大家如果四個人來吃 應該可以疊更多會更壯的 那盤子的扭蛋方法應該很多人都知道 我就不再講 只是我要特別跟大家說 就是手機APP不是可以點 也可以累積扭蛋嗎 那個是用金額去算的喔 那我現在就只有點到150元 然後滿200塊才可以扭一次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扭的話 就要注意看 所以我現在要把它扣到200才有辦法玩 要再多疊一個東西 超級緊張刺激的扭蛋時間 我們先來放這個盤子的喔 拜託 拜託 有了 有了 這樣子有吧 我被整 再一次 它的動畫都很可愛耶 有嗎 哇 我超愛的 應該會從這裡來吧 我嚇一大跳 耶 趕快打開看一下是什麼 是現在的扭蛋壽司 我覺得想要玩遊戲的機率好低喔 因為你要先中獎 然後還要從扭蛋裡面扭到那個遊戲圈 好 我現在拿到一個扭蛋 再來繼續 失敗 失敗 這樣我就不能玩到遊戲了 但我已經吃不下 而且用盤時間也到了 我要去結帳了 其實用這個結帳還蠻快的 就是一堆BVB之後就完成了 不過剛剛有跟大家說 他們現在有那個九折的活動嘛 你就可以趁排隊結帳的時候 趕快把它的步驟完成 給工作人員看之後 他就會幫你掃那個九折的條碼 所以我今天的消費金額是 765 我現在已經吃飽來到外面了 我看到外面還是排了好多人 現在已經5點多了耶 而且他已經停止發放現場的號碼牌 不知道這些人要等到什麼時候 如果大家要來吃的話 真的要早一點來排隊 那我剛剛吃下來 我自己覺得新品裡面 我最喜歡的就是茶碗蒸 它真的很滑順 然後味道也很濃郁 不過它期間限定只有17天 所以大家如果要吃蒸 然後早一點來 整體下來我覺得感受都很不錯 因為服務人員訓練的都很好 問他什麼都回答得出來 也都很親切很有耐心